最近,咱们的新近代货网红董雨辉在直播中可是放了车,还一不小心惹毛了内蒙古的小伙伴们呢。 话说那天,董雨辉正在热情洋溢地推销一款苏州烧卖,突然和旁边的工作人员聊起了内蒙古烧卖。 这一聊可不得了,董雨辉竟然对这镜头大放厥词,说内蒙古烧卖里的羊肉大葱馅简直就是包子,还嫌弃人家烧卖是没包好的针裂开的,手艺不咋样。 说到激动处,董雨辉还附送了一套表情包,翻白眼,斜视,别嘴,简直是傲娇到了极点。 没有米,里头就是羊肉,葱,调料,那叫包子。 那你是没包好的,真裂开的包子,手艺不咋样的包子好吗? 里头没有米,那叫烧卖,然后口裂开我就烧卖,我里头放着羊肉,烧卖。 一时间,舆论四起,董雨辉成了众矢之地,不过呢,董雨辉也是个十大体的人,看到舆论发酵得这么厉害,他赶紧在直播中主动回应并公开道歉了。 提到烧卖,开玩笑的没有恶意,其实主要还是因为自己见识短情,以后有机会我们要多去尝试尝试。